其實我自己是在財政委員會 跟高委員是同一個委員會 其實我必須執著 其實他當然講行政事情 其實這也沒有說錯 我必須要這樣講 怎麼說 因為我必須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次的操真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雖然操真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特別預算 民進黨這六年 大概編了超過兩兆 所以他一方面讓他在台高主 就好像一樣 就好像你已經 這個已經欠了兩千萬的房屋貸款 那剛好你現在買了一個樂透 因為坦白說這次操真 有點是一種所謂機會財 因為就是之前的這個景氣的問題 所以你現在又拿到了一大筆錢 景氣很好 不是 這個當然 沒有估到 他沒有估到 但是他就是一種win for profit 有點這樣子的概念 那你現在拿到這筆錢 有點像剛剛趙大哥講的 其實你認真講 應該還債是核心 然後你另外一方面照顧弱勢也不錯 可是現在就是變成說 你有那麼大債務你不去還 那你現在又來亂花 如果擺在他手上 要是又拿像以前一樣這樣亂花 我們也是很不能放心 所以寧可還不如就是還稅於民 就是乾脆讓民眾普遍的拿回來也可以 所以事實上是 這當然是一個行政上的整個作為 就是你為什麼要編那麼多的特別預算 那你另外一方面 他如果變成一般的預算 他如果收支相底就不會剩那麼多了 那另外你如果現在又拿得到這額外的 extra的就算是因為景氣得到的 那你應該再做更好的這個適度的這個 去還債或者重分配 社會重分配的這樣的事也是好事 而現在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所以當然其實高雅並沒有特別講錯 也許他講的是失靈 也許因為他們是執政黨 他們自己可能覺得聽了很刺耳 可是事實上當然是失靈 他還有舉例啦 比如說印花稅啦 還有什麼進口汽車稅啦等等 那太高啊 所以你收入增加 我想他可能對某些特定的稅有他的意見 來 行政失靈我最早在這個節目說 所以高嘉瑜當然沒有說錯 而我講這個話有根據的 你要知道早在民國77年78年 台灣其實第一次有那種超額的徵收了稅 然後預算編列不及 然後有大量的稅計剩餘 就是那一段期間 我那時候在跑財政部的新聞 那時候我跑財政部新聞 我第一個揭發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訪問了非常多的租稅學者 那個時候就是說 整個財政部的估算的體制出了問題 所以要求財政部要檢討 因為你這樣的一來的結果是 你可以收到的稅 你沒有估到了之後 你會隔兩年才能用它 你會讓你拿了那麼大筆錢放在手上 然後白白的放在那個地方 你當然造成行政失靈 所以這話哪一句話說錯了 當年我們這樣子去批評 那個時候執政的國民黨政府 國民黨政府虛心的檢討 要求財政部好好的改變它的 整個的估算的一個機制 然後把這個估算機制做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不要發生這麼大的一個誤差 這件事情當年 即便是在威權時代的時候 都是可以討論的 都是可以檢討的 今天此時此刻的民進黨不能檢討 才是可怕的 我突然想起來 那時候有一年大概就是那個時候 中油有一筆這個結餘款 就是油賣的貴了 比他預期的貴了 可能買的便宜了 那剩一大筆錢怎麼辦呢 大家就考慮要不要還給那個買油的人 怎麼還呢 有可能 對 當時我靈機一動 我去找趙耀東 趙耀東當時是經建會的主委 我說淡水河整治 把這個錢拿來整治淡水河吧 他說通通拿來整治 太多了吧 一半好不好 我說一半也好 你知道我們淡水河整治 第一筆錢哪裡來的嗎 從這個錢來的 所以那是淡水河掀起整治計畫 以後才開始有整治 淡水河兩岸 今天是所以淡水河能夠整治 兩岸能夠高樓那麼一大堆 所以就從那個時候趙耀東 你在當環保署長嗎 我那時候不是 我是立委 第一筆錢拿出來 就是趙耀東拿 所以這個錢你可以好好用 也可以不好好用 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影響可大 所以我到現在為止 還很敢念趙耀東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為什麼說他是行政司令 就是你那個錢是可以拿來 好好的去規劃